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鱼 有些人天赋很高 一出生就注定这辈子行走在璀璨中 天赋一禀的他们 一个机遇就登上顶峰 享受着无数人的拥戴和追捧 他们时刻紧绷着神经 就怕不经意之间出差错 令他们原形毕露 谨慎再谨慎 是明星起床后默念的第一句话 一向小心谨慎的华晨宇 终究还是令大家塌房了 2013年 23岁的华晨宇第一次上舞台 身穿白色T恤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背着一把吉他 来到了快乐男生的选秀舞台上 他支支吾吾才说出自己的名字 台上的评委都在期待他会带来什么惊喜的曲目时 他演唱了一首无人能懂的无字歌 台上的评委一脸懵逼地看着他 台下的观众以为上来的是一个不会唱歌的神经病 评委席的上文杰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你是不是在创作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小时 然后一直写到特别兴奋 然后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发现 华晨宇挠了一下耳朵回答 你怎么知道 上文杰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你就是个天才 有上文杰的肯定和支持 他凭借独特的嗓音冲到了快乐男生的总决赛 一举夺得该年的总冠军 如果没有上文杰 也许华晨宇只是一个宅男 按照惯例 冠军都会被邀请参加各大晚会 华晨宇也一样 24岁的华晨宇站在春晚成为那个携万丈光芒的男孩 从此他的人生改变 一路如日方生 31岁之前的华晨宇是乐坛的音乐鬼才 是粉丝们心中的高岭之花 随着郑某的出局炸出了华晨宇的私生活 随着女儿的曝光 华晨宇的面具一点一点被网友们脱落 原来他还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而你对华晨宇又了解多少呢 华晨宇在1990年出生 在湖北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中 当时他的父母很相爱 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受到母亲的宠爱 父亲的疼爱 可以说是在密罐子里生活 天真可爱的小华晨宇 却不知幸福的生活即将结束 这样的幸福仅仅维持着 在他两岁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 父母在感情破裂之下选择了离婚 从此他成为单亲孩子 妈妈离开后 他只能孤独地住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父亲是一个生意人 每天的生意都很繁忙 经常都不在家里 在这样的孤独中 华晨宇只能把自己的悲伤融入到音乐中 从此他把音乐当作他的小伙伴最好的知己 高中毕业后 华晨宇如愿以偿地考入武汉音乐学院 2014年他第一次走上春晚 有人说华晨宇是惊艳之辈 有人说华晨宇是乐坛最大的骗子 在《花儿语少年》节目录制之后 一度被网友质疑 他是否真的有能力继续创作 在不久后 他创作出烟火里的尘埃 观众们这才发现 华晨宇虽然很随意 但他绝对是实力不弱 第一次开演唱会的华晨宇才25岁多 他的门票仅仅一分钟不到就被抢空 华晨宇他是第一个在鸟巢开演唱会的90后歌手 他连开两场门票几分钟内便一扫而空 有人说他是90后新丰音乐的领军人物 甚至被誉为最有可能是周杰伦的接班人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创作出无数的知名好歌曲 从此华晨宇变成为乐坛不可少的鬼才 华晨宇在2020年一档综艺节目中 他首次谈论前女友 原来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很单纯 在最爱那个女孩的时候 华晨宇还曾偷偷坐车去看她 在后来的节目中他还曝光出 曾经为这个女孩谱取了 但这首歌从来没有发出过 也没有填词 想不到一直在粉丝们心中的高领之花 在年少时期就已经坠入爱王了 不过在节目中 华晨宇没有告知大家太多关于前女友的信息 就连名字也没透露一句 虽然后来网友们通过各种芭拉 芭拉出一些迹象 有可能是万福佳 但华晨宇在后续中也没回应此事 大家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华晨宇是理智的 他不曝光初恋 也是想让对方更平静地生活 或许这段感情给了他最美好的回忆 才会让他在多年后依旧念念不忘 第二段感情也是网友们通过各种迹象扒拉出来的 而在很久之后 邓紫棋才承认自己和他有过一段恋情 在2016年的时候 邓紫棋被拍摄到和华晨宇一起逛街 而在同年 他写出了一首新歌曲名叫《华》 其实细心一点的网友也能发现 在这首歌中真的是满满的吐露心思 其中花的字眼真不少 估计这是他特意写给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的吧 而这个人自然就是花花了 邓紫棋的音乐天赋很高 而华晨宇也是音乐奇才 二人其实很相配 但具体二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恋情 外界无从得知 只能说他们隐藏的太深了 远没有外界看到的那么单纯吧 这段秘密的恋爱也是很快就没生了 留下不少的悬念 第三段感情就是大家熟知的张碧晨了 二人最早是在2017年的样子 传出有频繁接触的消息 之后就曝光出已经在甜蜜恋爱阶段 但华晨宇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公开 而是选择沉默 一直到2018年左右 有知情人透露出二人已经同居 不过对这段感情外界知道的也很少 但华晨宇在后来确实承认自己和张碧晨恋爱过一段时间 并且同居生活过 张碧晨是乐坛有名的歌手 他的音乐天赋丝毫不输给华晨宇 从这点上看 华晨宇还是挺喜欢找身边的歌手下手 这时缺爱还是不想自己太孤单 在2018年 他和张碧晨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 偏偏这个时候 邓紫棋又曝光出彼此的关系 还说出了一个真相 当初是因为迫于无奈才会分手 有人说他想表达是有人插足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无奈分手 还是挺让观众们好奇的 而在此后 也有另外一个谣言传出 说是张碧晨插足导致邓紫棋和华晨宇的恋爱失败 到底是真是假 也只有他们三人知道了 在2015年到2020年 华晨宇一直奋斗在音乐创作中 很少公开回应过感情状态 因此大家都误以为他一心搞事业的时候 谁知感情生活如此的复杂 三段感情就这么无解而终 虽然公开承认过张碧晨 但也只有短短的一两年就没影了 2021年是整个娱乐圈动荡的一年 这一年里曝光出娱乐圈无数的黑暗 如某爽的代孕 如吴某凡的选杯大赛 而在这些人中 一旦是得不配位的明星 必定会被封杀 恰好这个时候 有人又透露出一个 三千万粉丝的顶流男歌手 未婚生子了 虽然没说谁 但这个消息一出 却炸出无数的猜疑 华晨宇一开始没有回应的 虽然他的粉丝也达到三千万了 随后又透露出 这个顶流男明星已经在给孩子上户口 不过这个消息也是半真半假 因为透露着只有几张看着都不真实的截图 但这些截图却引发网友们的猜测 他之前跟张碧晨曾公开过恋情 会不是二人的孩子 于是大家把目光重新聚焦在张碧晨的身上 网友们都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 想不到在郑某被封杀后 华晨宇就快速公开自己有个孩子了 据说张碧晨在告知华晨宇的时候 对方只有一点遗憾 但没有任何的抱怨 其实在娱乐圈中 一旦曝光恋情或者是生死的消息 对事业是非常大的 如同华晨宇在曝光出有孩子后 网友们就扒拉出他一堆的感情生活 如曾和许晴关系比较亲密 于是有人就传出他和许晴秘密恋爱 二人彼此还很喜欢等 虽然华晨宇一次都没有承认过 但网友们依旧乐于吃瓜 虽然华晨宇在事后也表明会抚养孩子 但却没有说和张碧晨结婚的事情 这让网友们很吃惊 因为他自己也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 如果孩子没有父母稳定的关系存在 这样的陪伴又有何意义 因此华晨宇被千夫所指扎 网友们对华晨宇并没有过多的指责 甚至包容替他辩解 可惜的是他的口碑依旧跌落神坛 而另一边的张碧晨却因为此事受到不少华晨宇粉丝的攻击 但华晨宇却一次挺张碧晨都没有 人设崩塌只在一瞬间 张碧晨才是华晨宇真正的姐 有意思的是 邓紫棋发了一首新歌《超能力》 里面的填词作曲都是邓紫棋全包 一首超能力内含位十足 MV里面邓紫棋的男朋友是出轨了 而出轨的对象是一个绿色的外星人 当他跑去找男朋友对峙的时候 发现绿色外星人也是被小三了 愤怒地离开了渣男男朋友 正如歌词所写 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 在吃瓜群众看来 这首歌曲就差直接上报身份证号码了 MV中还提到外星人UFO 歌词无限循环BiuBiu 巧就巧在 华晨宇之前被人称作火星人弟弟 而BiuBiuBiu也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曾经的华晨宇在被问到 为何不恋爱的时候 他说 爱情是碰到了爱的人才会去恋爱 如果只是因为想要一个女友就去恋爱 那只能是寂寞了 看来他还是太寂寞了 如果是真爱 又怎么会如今都不和张碧晨结婚 而是无奈选择认下孩子 华晨宇是幸运的 人设崩塌之后 事业依旧正常营业 该录综艺的录综艺 该唱歌的唱歌 2021年12月8号 华晨宇在个人社交平台 发布火星治愈三部曲的最后一首歌 未来篇 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吧》 是一个非常治愈有爱的名字 他希望大家都能感受世间的美好 当他发出力五版本后 粉丝们纷纷在评论晒出日出照 2022年1月1号 华晨宇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他现场唱了新歌 《走一起去看日出吧》 欢乐的旋律令人放松 32岁的华晨宇 即将步入中年人的创作歌手行列 他的创作曲风 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总有人会问 华晨宇这样的歌手还会红多久呢 有人回答说 会一直红下去 凭华晨宇的人气和才华 的确可以一直红下去 但一定要保持初心 作为公众人物 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 更要做到正确的向导 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做人一定要德行配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